首尔离泰院的重大踩踏意外 总共造成了154人的死亡 那么149人受伤 身份是已经全部辨认完成了 我们带您来还原这起重大事故的关键15分钟 目击者表示当时传出有网红到场 造成人群骚动 也有一说是有一名装扮成兔子的男子 蓄意推挤才会造成意外 当局虽然出动了142辆的救护车 但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救援很困难 所以也有很多人因为延误就医而送命 首尔离泰院看不到平常热闹人潮 取而代之花束和蜡烛堆出纪念区 超过150人来这里参加万圣节派对 却再也出不来 上百位死者连三十岁都不到 五人是高中生 甚至有一名国中孩子 心碎得快讲不出话 南韩十月号以来死伤最惨重意外事件 到底怎么发生的 当地时间周六晚间将近十点 离泰院街道已经聚集约十万人潮 许多人刚从地铁站出来 四面八方挤向汉密尔顿饭店旁边 这条又窄又有波度的巷子 十点左右疑似传出有名人现身 人潮开始骚动 随后就发生推击事件 现场人群从巷子两端往中间挤 许多民众完全卡住探出头 才能勉强呼吸空气 敲打隔壁夜店门窗 还有人干脆往上爬墙逃生 情况越来越紧急 人群堆叠击压 拼命喊后退 人海还是继续往前推 已经有不少人倒地失去意识 10点15分救难单位陆陆续续接到 八十几通报案电话 两分钟后警销全员出动 到了现场却发现 根本进不了巷子救人 사고 당시 이태원은 발 디딜 틈 없는 인파로 구조대원들이 빨리 현장에 진입하기 어려웠습니다 현장에서 구조활동을 펼친 의료진은 질식으로 저산소성 뇌손상이 온 경우가 많았기 때문에 응급 조치의 한계가 컸다고 토로하기도 했습니다 失去意识的民众 一个个被往外抬 10点43分 警销宣布 第一阶段 紧急响应 这时才意识到 灾难规模 比预想的还要大 出动142辆救护车 到场待命 11点30분 案发过了 一个半小时 警方终于首度公布 两人宣告死亡 但一句句遗体 被运上救护车 死亡数字 随着一次次更新 往上飙 截至周一 超过150人 丧命 还有4000多起 失踪 人口通报 家属 左边各大医院 就是找不到人 回到离泰院 现场 封锁 县内 一片冷清 店家全数歇业 事发小巷子里 各种万圣节装扮 气球和垃圾 还留在原地 疫情完全解封后 第一个万圣节 庆祝活动 却酿成上百人 死亡惨剧 惊讶 不解和悲伤 冲击南韩 与全世界 TBS新闻 综合报道 根据了解 当天现场 击进了 约十万人 也因为现场音乐声音 太大 这边已经有人 在呼救了 另外一边 根本听不到 还在狂欢 详细内容 交易记者李作合 南韩的这起踩踏案件 它是发生在离泰院 这地方本来就蛮热闹的 再加上当天 又是万圣节 很多年轻朋友 跑到这边来 庆祝万圣节 那当然 救护车 抵达现场的时候 要来抢救 绝命 现在甚至传出说 警察要求民众赶快先离开 可是却被拒绝了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当下 这个环境的因素 很多人没有这个警觉心 想说这是没有什么事情 怎么突然要我们离开 那当天是有约十万人涌入 这是平时的十倍这么多 所以当天这人是非常多的 而且再加上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夜店 酒吧等等的 事发当下 甚至附近是歌舞 都还持续着 没有停歇 所以现场就募集民众说 主要他们也认为说 音乐声真的太大了 他们根本就听不到说 有人在求救 场面完全是失控 就好像是电影般的情节 一样真实上演 我们就继续深入 来了解这一场推积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 重大的伤亡呢 南韩媒体就发现 当天万圣节的庆典 这一个窄窄的巷子 涌入了超过十万人潮 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力 却不到两百人 南韩警方说 当天因为首尔 另外还有抗议活动 所以很多警方 警力都被调派到其他地方 再加上当局疏忽 没有事先规划人流跟动线 意外发生后 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做正确处置 狭窄的巷弄中 涌入大批人群 有民众被挤得受不了 惊呼连连 万人齐聚的狂欢活动 最后却变了调 汉米尔顿饭店旁边 这条致命窄巷 发生严重踩踏事件 酿成上百人死伤了惨剧 首尔万圣节派对活动 周末吸引十万人 涌入离泰院区 还有许多外国游客 共襄盛举 只是这样大型的节庆活动 却只有一百多位警察 在现场维护秩序 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由于伤亡惨重 加上丧命的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有七十多岁的民众 从贫泽赶来事故现场 献花致哀 悲愤大骂政府 只问警察当下 到底人在哪里 CNN记者到现场连线时 也碰到愤怒的民众 彻夜在发生地点 抗议怒吼 这是南韩三年来 首次完全松绑防疫措施 不需要戴口罩的万圣节 政府大肆宣传 当地酒吧跟餐厅业者 也卯足镜吸引顾客回楼 却没有人注意到潜藏的危机 虽然前几年离泰院万圣节都吸引超过十万人潮聚集 但因为过去没发生过事故 当局没有想到要加强警戒 首尔警方说当天市中心有其他抗议活动 很多警力被派去维持秩序 导致离泰院出了事后 警力不足 延误疏散 更耽误了救援时机 这条路 这个是离泰院路 其实当时在这个惨案发生的当下 并没有展开严格的交通管制 这个情况非常的混乱 导致很多的警车和消防车 在惨案发生的当下 是没有办法立刻开进来展开救援 也因为这样子而丢失了很多的 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 专家表示 只要有五个人挤压一个人 就可能挤断人的肋骨 导致肺部破损 甚至压坏头部 当晚离泰院巷弄内挤入数万人 置身其中的民众遭受到的压力 可怕到难以想象 离泰院的万圣节 并非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 是当地店家各自举办派对 尽管有店家发现情况不对 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 想要协助疏散或维持秩序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欧美业者是专门与政府合作 协助维持大型庆典活动的安全 专家表示 人群控管是需要高科技辅助 跟多个部门协调合作的工作 除了私人业者的科技工具辅助 政府也需要配合 国安人员更是需要训练演习 才能应付各种大型活动的突发意外 确保民众安全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